嗨 各位豆粉们 你们好 不论你是红豆 地狱大红豆 我会治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们要来讲 你如何挑选一个适合你的防晒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防晒它可以减缓老化 然后不让你晒黑 可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爱擦防晒 第一 它可能观念不足 第二呢 看我们频道的人 很多它都是痘痘剂 它都是油性脂肤 所以它其实很不喜欢 再多擦一层东西上去 我们这一集呢 我们就会来科普一下 防晒上面的一些标记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你今天如何透过质地 或者是物理 或者是化学 这一些各种的名词 你如何挑选一罐 最适合你的防晒 防晒呢 其实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东西 你今天走进屈臣室 或者是到专柜上面去买化妆品 它上面可能它都标了 SPF 这个SPF 其实它就是代表 今天你被太阳光晒了之后 你到底会不会晒伤 那SPF 越高 就代表说它的防御率越好 越低 代表越差 那我稍微讲一下 你知道我们的皮肤 尤其是东方人的皮肤 它自己就有的 SPF 是多少呢 我们自己都有SPF 因为我们有黑色素 黑色素 其实它就是一个 保护我们的东西 我们自己有SPF 7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白人的皮肤 超级无敌白 直白 你今天你去照太阳光 它如果说晒10秒 它就会 那我们今天可以晒到70秒 我们东方人可以晒它多7倍 我们有一个SPF 7的作用 这个作用 这个时候它保晒了 要 OK 所有人都要 只是说它们保护力又更强了 如果说你插了一个SPF 30 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 30就是说 你去照很强的光 10秒钟它就会晒伤 那你今天可以晒到300秒 所以它就是一个SPF 30 那最高大概就是SPF 50 好像有一些 澳洲品牌啊 美国品牌 它可能它就写 SPF 50加 这个代表就是说 它可能高于SPF 50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SPF 不要有迷之 理论上是因为 通常SPF越高 它会让方晒乳它会越厚重 越粘腻 所以你要选择到一罐 你喜欢的 平常我们会看到SPF 30 然后一直到50 好 最常见的其实是50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 其实不需要 SPF 50就代表说 它已经有93%的保护力了 SPF 50 你多了那么20的数字 其实也只多了4%而已 第一个我们要先挤出来 我们要看它的质地 大家有用过那种防晒乳 咬起来的时候有一个 咯啦咯啦咯啦那个声音 那个东西呢 其实它挤出来它都是水剂的 那水剂的它其实就很适合 常常出油 然后毛孔粗大的这一些 因为它擦起来它就会是水水的 然后你会觉得擦起来很舒服 那除了瓶身上面 你会看到SPF 还有另外一个 你也会常常看到 就是PA 这个PA它是测 Persistent Pigment Darkening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女妻照了一个UVA之后呢 它会让皮肤变黑 它有分几个等级 就是PA一个加 两个加 三个加 四个加 那所以PA一个加 就代表什么意思 它大概可以让你 不要变黑 2到4个小时 PA两个加就是大概 8个小时 然后PA四个加就是 非常棒的 PA这个东西 它是去测量UVA 那UVA这个东西呢 它的波长呢 它其实是比UVA更深 越深的东西 它越会去伤害我们皮肤的结构 所以一些胶原蛋白啊 弹力蛋白啊 可能都会因为你长期曝晒 这个UVA这个东西 它会灌这个 所以它会造成老化的问题 它会造成色素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今天 选的是一些亚洲品牌 除了看了SPF之外 你还要去看一下 有没有PA这个东西 刚刚讲了这么多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如何选啊 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插的量一定要足够 如果你今天你是油斗机 你插上 例如说某一些品牌的 它挤出来 它就跟膏状一样的 你根本就不会去插它 你插的量很少 它也没有SPF50啊 我还看过SPF100的 那根本就是 用肥皂这样子涂上去一层 没有人会去插它 再来我们还要讨论到 今天你的生活 你如果你今天 你是做办公桌的 像我一样 大概只有早上出门 会接触到太阳光 早上起来 我会先插我的防晒乳 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就只会插 这么一次 可是呢 如果是weekend 你要出去登山 你要出去见走 然后你要去骑哈雷摩托车 一整天 那请问一下 你当然不可能只插一次啊 你要两个小时补充一次防晒 那所以 还是要看你每天的工作情形 像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中午 他要帮大家出去买饭 那可能在中午之前 再补一次防晒乳 接下来要讲成分 成分它就分两大类 一个是物理性防晒 另外一个是化学性防晒 那物理性防晒其实就很好记 它就只有两个成分 一个叫Titanium Oxide 一个叫Zinc Oxide Titanium Oxide 跟Zinc Oxide 他们的作用其实是靠 折射的方式 达到防晒的目的 物理性防晒 它的分子量比较大 所以它不会造成敏感 化学性防晒呢 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小 有一些人会对化学性防晒 产生过敏 但是这种人其实真的很少 我用过有一些防晒 它那个刺激性真的很高 例如说我今天我防晒 我会连眼皮 我就这样随便乱抠 抠到眼皮上面 因为防晒它是水状的东西 它一定会流到眼睛里面 我就擦过好几个牌子 它流到眼睛里面 就真的好刺 然后好痛 这个就真的很不适合 如果你今天你有这样的防晒 就不要用了吧 你赶快再换一家 然后再来 擦的量到底要多少 很多人都拿这个防晒乳 当作宝贝再擦 防晒乳就跟牙膏一样 请不要省它好吗 防晒乳请挤大量的在手上 我通常都会跟病人讲说 挤一个50块钱硬币大小在掌心 这样子的量呢 大概是给你擦脸的 那如果说这整个擦上去 好油腻哦 那我可不可以擦少一点 不行 这个就没有达到防晒的目的 它就是要擦到这么多 你才会有上面标榜的SPF啊 PA啊 所以记得一定要擦足够 你可能觉得擦上去 你分两次擦 之后你再上你其他的东西 但是通常呢 为什么 演变到最后 我每天就只擦一个有颜色的防晒 而不上妆了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 我就觉得油油腻腻的啊 都已经这么厚了 都觉得黏黏的了 我就不可能再去上妆啦 那上妆它上面虽然标榜的SPF 30 那你每天就只擦那么一滴滴 可能你比你的皮肤都还不够 好 所以你今天那一罐妆上面写说SPF 30 你就以为你擦了SPF 30的防晒 这一定是不对的 那最后呢 这个是我看病人常常问我的 我在防晒之前 我到底还要不要擦我的化妆水 精华液乳液 这个东西 交由你们去想 你今天呢 你的防晒乳里面 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 都是这些防晒 请问其他百分之七十在干嘛 它就是一些蒸酬剂 一些保湿的了 所以 它算不算是一种保湿乳液 我认为是咯 我觉得防晒它是所有的包样 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防晒是不能舍弃的 好 你今天问我说化妆水精华液乳液 你想擦你就擦 你不会觉得太年龄你就擦了 但是我们人的皮肤 尤其你是有限肌肤 真的需要这么多保湿吗 给你去想吧 喜欢我 录这些教育短片 Like 还有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